第1127章无关恩怨 只论生死 促日一晃而过 西域苍穹上 许清画作残影 摸依前行 他此刻的位置 距离神灵血河 还是一次古传颂阵的最大范围 而最近的古传颂阵地点 按照我如今的速度 最快也要两天 许清心底喃喃 内敛一切气息 包括隐蔑眉星花瓣印记 同时展开密法 直奔古传颂阵的方位 时间 一点点过去 危机感 越发强烈 这种来自冥冥中的生死危机 让许清更为确定 自己之前的判断 因为身为下先弟子 身为星辰 却没有参与感悟的资格 这是不合理之事 所以许清判断 那位与自己一样去感悟者 大概率就是这西域唯一的星辰 李孟土 对方的信息里 虽描述具备主宰中旗的战力 但一方面地图信息存在过其的可能 另一方面 也有隐匿战力的可能性 许清心底飞速分析 速度不减 在这天目挪移 一天半后 天目的极光早就恢复如常 赤红的光芒如流水般 蔓延无尽 而极光下 正呼啸前行的许清 神情漠然凝重 猛地回头 遥望远方 她的准先都令牌 虽被隐匿 可也只是让范围不如她的令牌 拥有者感受不到罢了 对于令牌范围本就超过她的 无法隐匿 而此刻 在她的令牌感知 千万里的边缘 有一个璀璨的光点 漠然出现 这光点的速度惊人 前一席距离她千万里 下一瞬就缩短了一半 眨眼间 许清目光所望的天际 突然浮现无尽雷霆 数不清的闪电 足足百万之多 在那里骤然爆发 撕裂所有 呼啸而来 一时之间 电闪雷鸣 银蛇乱舞 一杀 就横扫天幕 将八方笼罩在雷霆之下 持着千万里范围 如同末日一般 闪顺崩天 雷动汗地 恐怖的气息 充斥所有 紧接着 从那恐怖的雷海里 走来一人 此人身穿黑袍 一头黑发 是个青年 目若星辰 相貌俊美 但却给人一种协议之感 尤其是双眼内 闪耀雷光 气势辉弘 其眉心 赫然存在六片半花瓣 正在旋转 正是李孟土 走来的一刻 仿佛取代了日月 好似成为了 这一方天地之主 每一步落下 都让许清心神震动 伴随着强烈的压迫感 如风暴横扫 将许清长发掀起 一脚烈烈 且没有任何话语 几乎在现身的刹那 在看到许清的瞬间 这李孟土身上 直接就爆发出一股惊天洞壁之威 此威 是道衡的表现 是权柄的气息 超越许清此前所见一切主宰的权柄 如果把其他人权柄之力比喻成星光 那么这一刻来自李孟土身上的道威 就是浩月之芒 如今爆发 在李孟土面前 形成一个巨大的印记 此印 散出浓郁至极的死亡气息 形成的一刻 一个冷漠的字从李孟土口中传出 王 此字一出 风喜云涌 天地色变 整个世界在这一刻 涌现惊人的死戏 师妹王两幻化 如成鬼欲黄泉 哀嚎之音 更是凄厉回旋 且一股恐怖且难以抵抗的死亡之感 也在这一瞬 直接在许清身上爆发 如被无形锁定 不可抵抗 不可闪躲 好似这个字 以及这权柄 成了必然 成了规则 成了天道 成了一切 这正是李孟土四大权柄之一 死亡之咒 出手 就是权柄 就是杀手锏 可见李孟土的杀意与果断 之所以这般 更大的原因是他之前动用自身另一个权柄 以树令树真之法 探知了许清的信息 知晓自己要面对的敌人 不可小看丝毫 所以要么不出手 而一出手 就要争取一击必杀 不给对方展现手段的机会 所以 虽没有在许清眉心看见花瓣 也不确定眼前之人是不是自己要寻找者 但他知道按照对方的信息 大概率有能力隐蔽印记 于是这一路 只要是在其范围内的另排拥有者 他遇到就是杀手锏 若都死了 也就罢了 真被灭杀 传承自然可以归来 但这一路遇到的 如果有人能成功抵抗自己的杀手锏 那么对方大概率 就是自己要寻找者 诸杀错 不放过 此刻 也不例外 取清神色大变 心神瞬间轰鸣 在这无法闪躲 无法抵抗的权柄下 他的身体刹那枯萎 整个人肉眼可见的 生命在暗灭 气息在消失 如被诅咒 成了死亡的一部分 引起命运的坍塌 且对方这权柄 诡异至极 许清的众多手段 尽多失效 而死亡之感 也在这一刻 涌现全身 这一幕 若换了其他人 难逃死结 毕竟来人是 李孟土 可许清的手段 虽大部分失效 但时光之法 自可逆转 于是刹那间 在其身后 命鬼幻化出来 时光的气息波动八方 扭曲所有 随着命鬼上的鬼阵逆转 他身上的时光导流 死亡之意 在时光面前 亦要让步 眨眼间 许清身体的枯萎 灵魂的暗灭 气息的衰减 骚然改变 回到了促习之前 以此方法 中化解死结之后 许清身体默然退后 修为运转 权柄爆发 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这是他第一次遇到 见面出手 就是杀手锏之人 而对方的这个行为 也暴露了一种可能 这种程度的杀手锏 施展之后 自身不可能无损 所以 要么这是他的习惯 要么此人有什么方法 可以探知我的信息 所以不想给我任何反击的可能 于是出手就是杀手锏 不惜代价 一击必杀 这些思绪 在许清心中一杀浮现 没有影响他此刻的反击 几乎在命鬼时光逆转的瞬间 许清的反击 也漠然而起 且同样 没有试探 没有寻寻渐进的布局 出手 就是杀手锏 天地轰鸣 大风呼啸 雷海都被撼动间 许清身上的武航轰然爆发 形成武道惊天的气息 在世界弥漫 更有时间与空间 随之而起 眨眼间 金为神印 土为道台 木为刀槽 水为血痕 火炼所有 时光为轴 空间为刀 正是许清来到西域后 从武航战神台推演 融入时间与空间之后 所形成的七级战神台 放眼看去 八方虚无 一切范围 都被那巨大的斩神台取代 天地闪耀 世界阵战 斩神刀落 斩向李梦土 而此刻的李梦土 其面色略为苍白了一些 他的权柄 每一个都非同寻常 虽灵力惊人且诡异 可也正是因此 展现之时 自身需承受一定程度的反噬 但现在 眼看面前这位 竟以时光之法逆转 且展现出惊人神通 他眯起眼 瞳孔微微收缩 散出冷漠冰寒之芒 就是你 话语间 面对前方出现的那名漫天地的浩瀚斩刀 李梦土感受到了此神通的威压 也瞬间看出了其玄妙 但他双目一闪 竟没有闪躲 而是右手抬起 在胸前掐绝一落 口中滴雨 镜中花 这三个字一出 诡异的一幕漠然降临 一面面巨大的黑色镜子 赫然出现在他的四周 将其全身笼罩在内 这些镜子 看起来极为古老 且每一面都散出可怕的气息 弥漫惊人的诅咒 似由小世界恋化而成 也仿佛是李梦土树法汇聚 此刻将其环绕后 镜面瞬间就将许青的身影 映照在内 而落下的斩神刀 看似斩向李梦土 但许青却是心神异沉 生死之为 竟在他的心中强烈生疼 危机关头 许青目中露出狠辣 没有选择收起斩神台之力 反倒将其加持 使威力更大 同时左手掐绝向下方一按 顿时其脚下出现水波 扩散四方 天地 可看成衣颈 下一杀 斩神刀落 斩在李梦土身体外的镜子上 但伤害的爆发 却是落在许青那里 通明中 井中捞月之法 同时形成 捞的既是李梦土 也是许青自身 捞出前者 是让其魂离境 受刀伤 捞出自己 势必斩神 跳出井外 瞬息间 天崩地裂 虚无崩溃 雷海岛眷 李梦土身体外的镜子还在 可其魂却飘在外 斩神一刀 使其魂传出七力之音 爆发自保手段 虽没有彻底斩杀 其魂倒眷 但也被伤 而许青这里 也是身体一震 斩神一刀划过井面 对自身也有所波及 此刻鲜血喷涌 倒退开来 面色阴沉 望向李梦土 这一战 刚刚开始 就激烈如此 此事让许青这里 斗志也随之暴涨 索性不再隐蔑眉心的花瓣 抬手一抹 瞬间眉心上五片半的花瓣 默然出现 而李梦土那边 此刻魂回身躯 也在倒退 嘴角鲜血一口接着一口 身体外的镜子环绕间 映出的不再是许青 而是李梦土自身的身影 随后这些身影 全部抬头 与本体一样 目中杀意 神情阴朗 看向许青 尤其是盯着许青眉心的花瓣 李却有资格 与我争道 而大道之争 无关恩怨 今日我杀你 你因无怨 你若杀我 我也无恨 第1128章漫天极光 如先鸿来 李梦土一字一字开口 说得很认真 他的神情也缩然 仿佛这两句话 对他而言很重要 这是道争 不问恩怨 不论生死 就是一生 实际上也正是如此 低阶时为了生存 中阶时为了更强 到了如今的高阶程度 道才是核心 他的道 不能染尘 李梦土 是从道先宗 浩瀚先君 我不屑阴谋 更不屑借助家族与师门之力 今日 我会独自出手 且全力以赴 是将你斩杀 你权我道 李梦土沉声开口 此刻的他站在半空中 飞衣在风中摇晃 长发随之飘动 目光炯炯 望向许清 许清沉默 他这一生见过很多人 形形色色 如眼前这李梦土者 虽不多 但也不是没有 如言玄子 本质上就是与这李梦土一样 同时他也从对方的目中 看到了对于道的必争之念 于是缓缓传出话语 许清 李梦土点头 不再多言 也没更多问询 目中速杀之意瞬间暴涨 右手默然抬起 向苍穹一指 口中低喝 雷 下一杀 苍穹传来震耳欲龙之声 之前在二人数法波动下 溃散的雷海 此刻已超出之前十倍百倍的浩瀚程度 重新出现 轰隆隆的声响 回荡八方 一道道银色在天幕横扫 范围一顺百万里 随后千万里 接着再次扩散 好似无尽 而这片范围内形成的闪电 汇聚出的雷球 将整个天空笼罩 一时之间 电闪雷鸣 天地色变 如同苍穹之物 如同大道之吼 雷海 在零 且不仅天空如此 这一刻 大地上也有雷霆升空 蓄雾里也有雷霆撕裂而来 万物在这一瞬 勾起雷电 汇聚在一起后 使得数千万里范围 出现雷海漩涡 声响更为惊人 如现实天节 气势绝伦 震撼世间 正是李孟土的第二道权柄 雷霆 雷 主沙法 此刻轰隆中 以漫天雷霆被背景的李孟土 仿佛这天地的雷主 其身躯一样出现闪电 与雷海相连 抬首相许清一指 顿时雷海咆哮 翻腾间席卷乾坤 直奔许清而来 如此权柄之威 许清瞳孔收缩 他见到的主宰也不少了 可从未遇到如眼前 这李孟土般 具备这般浩瀚气势者 不愧是星辰 取清凝重 但心中没有丝毫退缩之意 对方已说 这是道争 那么 就争下去 取清目中闪耀金芒 他这一生 从无双城消失的那一刻开始 所走的路 都是争 争生 争圆 更争那天地之道 于是右眼瞳孔模糊 被道痕取代 抹去道痕 从其右目 轰然爆发 所望之处 万物皆末 大地模糊 天空扭曲 虚物涟漪 呼啸而来的雷海 被直接影响 可雷霆拳柄 在沙发上终究极端 即便是抹去道痕的存在 也还是不能将其彻底消逝 在这翻腾下 闪耀刺目之盲 散出恐怖杀伤 取清的右目道痕 瞬间涣散 其瞳孔刺痛 鲜血赫然从内流淌 虽如此 可抹去拳柄之力 终还是让那汹涌的雷海 出现了波澜 此刻气势被削 虽依旧直奔许清 但关键时刻 一抹冲天的剑意 在许清体内 急奏升腾 那是地剑 从其天灵飞出 许清向前一步走去 右手抬起 直接抓住 握住地剑的一刻 他身上的气势也随之而起 形成撼动星空之威 使那排山倒海 到来的雷霆 也都默然一顿 而许清手持地剑 向着前方 默然一展 模糊的大地 传出好似咆哮之声 无穷的地气升起 汇聚许清这一剑内 化作大地之剑 地藏室 一剑 斩雷海 掀起的大地之力 一样如海 与雷海轰鸣 一股剧烈的波动 在双方碰触的瞬间 默然爆发 其中有大量雷球 穿梭剑气 出现在许清前方 急速接近 一一炸裂 形成杀伤 许清双手掐绝 不断化解 于一连串的轰隆中倒退 另一边 一样有剑气穿透雷海 出现在了李孟土的面前 呼啸而去时 李孟土身体外的所有镜子 都在闪耀 纷纷化解的同时 他也在掐绝 抵挡剑威 过程中身区同样倒退 远远看去 这一幕似是军力敌 中间 碧海与雷海相互对抗 而双海之后的二人 都在后退 但李孟土 修为主宰出奇 身为星辰 出身李家 拜师独军 其手段超越太多主宰 所以在这退后中 他忽然双目荧光闪耀 如化身天微般 传出话语 问你魂 你是从何人 问你灵 你来自何方 问你身 你可有暗伤 问你心 你后手几何 这正是他的第三个权柄 树令树真 此权柄 可问天问地问道 问世间万物 问一切问题 此权四微 具振折之能 如醒目浮齿 在其问寻下 皆要树真 如若拒绝 将被道成 而无论回复与否 都会在这一刻陷入僵殖之中 此将 包含身 包含魂 包含意志 树令落下 许清浑身一阵 似有一股恐怖的振折之力 落在其身 让他身体僵硬 落在其魂 使魂失灵 落在记忆里 波澜往袭 几乎在许清 身魂被影响的瞬间 李梦土目中寒芒一闪 一边倒退 一边双手飞速掐绝 他不是真的要问许清 这些问题 答案是什么 他不关心 无论眼前之人来自何方 是从何人 有没有暗伤 或者存在什么后手 他都不在乎 他要的是自己 这权柄树令下 连带出现的将职之力 从而为自己 创造一个绝杀的机会 现在 这个机会出现了 所以他毫不犹豫 直接展开自己 传承至师尊的杀手锏 烂天极光 如先鸿来 其师尊有多名 道德子 浩瀚先君 先鸿老人 独君 这些名字 并非凭空而来 准确地说 每一个名字 都是是来自独君的一道神通 其中 先鸿老人这个称呼 所代表的神通 就是李梦吐如今所展 眼下 随着李梦吐的掐绝 随着他的开口 苍穹一震 刘唐在天幕上 比雷海还要高 弥漫整的第五星环 无限范围的赤红极光 竟被影响 字不可能是全部 但对于第五星环而言 极光至高 能被影响一定的 也需惊人手段 此刻 极光波澜 范围百里 随后分离 范围一样如此 百里极光 在这一刻四倍操控 如被切割 如被断开 竟从天而落 带着无穷之重 带着震撼心神的威压 直接降下 如红 如瀑 如海从天落 赤红之光 瞬间落去 所过之处 雷海坍塌 尽意崩溃 只是一击 许清那里就骑血翻涌 全身轰鸣 喷出大口鲜血 身体在这大力下坠向大地 伤势不轻 虽如此 但这伤势也让他之前被树令所影响的身与魂陷入的僵殖 恢复过来 而目中所望 这百里内的苍穹极光 被牵引落下 向着自己镇压而来 八方都是赤红 如同血海 而李梦土如今身在百里外 并未靠近 显然这牵引极光的神通 就算是他 也都忌惮 虽如此 但对许清而言 生死危机 也全面爆发 关键时刻 许清没有丝毫犹犹豫 体内武行权柄在这一杀 悬裂而出 一年的修养与探索 以及这段时间他所去各地的感悟收获 在这虚余里 尽数展现 首先是木形大掌 化作无数草木 凭空而出 遮天蔽日 如将这里变成木界 阻挡极光 木界倾刻崩塌 极光在落石 许清双手掐绝 顿时所有崩溃的木形 用以生火 使火焰滔天 再去阻挡 接着 火被加持 抵挡到了一定程度后 许清心念在动 顿时所有火形 在极限之中生土 化地界 再蓝天光 土形喷发 持续不久 难以阻挡 又全部在巅峰中转化成精 精力冲洗 似要破天 燃极光惊人 使破天失败 于是精到极限后 全力生水 使水形之力 直接就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它的四周化作汪洋 范围浩瀚 足足千万里 成了凡人心中无法想象的大海 海水汹涌 辽阔波澜之际 水面倒映苍穹 而苍穹有落下的赤红极光 于是这水面折射出的 正是极光 以此阻挡 最终在大海虚弱时 再生木形 如此五航相生 形成循环 终使落下的极光 被层层阻挡 无法继续落下 与此同时 许清目中杀鸡强烈 抬手间将所剩无几的索命燃香取出 烙印李梦土后点燃 时间之力加持 张口一吹 顿时燃香急速燃烧 刹那就带进 而李梦土那里 面色一变 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不由倒退 内心阴沉 紧接着许清抓住时机 身体向前猛地一冲 空间只能爆发 速度恐怖直奔李梦土 同时他左目瞳孔内 线束道横运转 六贼往生之力 直接形成 无苟舍先之法 也随之爆发 借着使经乌冲出 为许清加持 而后影子也一扑而去 为许清辅助 而这些 还不够 取清没有丝毫迟疑 将剩下的最后一道来自九爷爷的剑气取出 杀相李梦土 李梦土神色无比凝重 身体急速倒退 第1129章谁都有心机 此刻 苍穹极光鲜红 依旧在镇压 与许清武航循环形成僵局 但许清知晓 这种僵局 也只是短时间 最多促实习 而想要将此极光鲜红完全破解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斩杀李梦土 只要对方死亡 那么束发自散 所以在李梦土退后的瞬间 取清整个人化作残影 以无比惊人的速度呼啸临近 掀起尖锐破开音爆 速度之快 仿佛时间都变得缓慢下来 其目中寒韵更是大起 左手掐绝一按 顿时空间之力漠然出现 天地色变 风起云涌 虚无翻腾 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格子 这些格子 自成单独空间 现身在李梦土的四周 封锁他的退路 隔绝他的挪移 镇压他的反击 李梦土心神一震 他知道眼前这个许清 非同寻常 之前在主道崖上的树令 他已明白对方的强悍 也做好了准备 但如今依旧还是觉得棘手 与许清交战 需全神贯注 不能放松丝毫 因为只要一个不谨慎 被对方抓住了机会 那么等待自己的就是 如眼前这班牌 山倒海一样的爆发 偏偏 对方又擅长寻找契机 如此一来 心神强度之大 超越了他当年的成名之战 这些思绪在李梦土脑海 一晃而过 没有影响他此刻的还手 即便是四周空间被隔绝 但李梦土直接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鲜血 以自身的血诗法 形成一道道血色符文 向着前方漠然爆发 同时镜中花 也在他身体外环绕 各自闪耀 欲对抗接下来的狂风暴雨 但同样的方法 在许清这里 除非是完美到没有破绽 不然的话 很难在第二次也成功 显然 这镜中花 不是那么完美 第一次使用 可以出其不意 但再次施展 许清已然看出端倪 它不是因果之术 而是蕴含空间之能的神通 其原理 是以折射之法 形成重叠空间 故而可以无声无息 不知不觉中 引导杀伤 如此一来 破绽虽隐秘很深 可依旧存在 这破绽 就是折射 以及那无形的重叠空间 后者 许清同样以空间之力 所画格子 将其隔绝 前者 小颖被许清召唤出来 就是为了针对这一点 小颖身躯至暗 瞬间放大 形成遮掩 如此一来 镜中花折射来的 是一片漆黑 且散出的重叠空间 也被隔绝 无法外溢 无法真正形成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都是电光火石出现 刹那 镜中花被献 而许清的仙树 正在爆发 首先是六贼妄生 此仙树所画七情六欲 如成魔头 在李梦土心神内爆发 渲染其情绪 吞噬其意志 污染他的道心 随后 是无狗舍仙 牵狗入舍 混入记忆 形成洞开之门 使贪狗咆哮 直接冲入 弃服其魂 接着吃狗形成 欲堕生死 恶狗到来 欲坠地狱 最终野狗一出 勇诗人生 七力之音 从李梦土口中传出 他此刻面容有曲 身体矩阵 他这一生与人交战 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术法 准确地说 这已经不是术法了 这更像是一种诡异的诅咒 使得他蹊跷流血 体内三魂七魄都在哀嚎 记忆更是陷入混乱之中 而许清的绝杀 没有结束 此刻才刚刚开始 剑至近花 又先述乱魂 随后剑气惊世 老九给予许清的三道剑气 此刻爆发出的 是最后一道 这剑气闪耀天幕 形成催枯拉朽之威 散无间不催之力 化作灵力剑影 破开一切 直接就斩在李梦土身上 李梦土身体一震 胸口出现伤口 鲜血涌现 紧接着金屋掀起滔天黑火 形成黑色长枪 被瞬间从黑火内一冲而出的 许清一把抓住 体内修为全部爆发 时间与空间齐齐生腾 汇聚自身 融入长枪内 一枪刺去 通明回荡 这一枪 刺入的地方 正是老九剑气破开之处 目入血肉 碰触心脏 直接贯穿 极光散去 五行回归 但许清的脸上 没有露出丝毫松懈之意 反导师瞳孔一缩 他毫不犹豫放弃碎灭尸体的想法 身体猛低倒退 速度之快 刺那远去 而就在他身体退后的一瞬 一股恐怖的爆发 在李梦土的尸体上骤然扩散 覆盖千里 使千里一切万物 直接湮灭 取清面色凝重 此刻站在千里之外 也能感受前方那恐怖的爆发力 他方才但凡慢了一点 此刻不死也要重伤 与此同时 沙哑之声 从许清前方的湮灭之地 缓缓传出 能让我不得不动用一次第三拳柄 你果然不凡 随着声音的回荡 只见李梦土的身影 在那湮灭之地内 一步步走出 他的衣着破损 可身上的伤势 全部消失 整个人无论是气息还是状态 又或者修为 都依旧是原本的巅峰 这是他第三个权柄之力 此权柄逆天 名为再生 此刻迈步中 李梦土望着取清 目中露出凝重的同时 也有一抹复杂 在遇到你之前 我以为我的资质 已属于绝编一列 就算是有人超越我 但也不可能超越太多 直至今日 我修为主宰出 你修为运神后 你我战力却不相上下 所以论天资 是我不及你 但这时间本就是只有相对的公平 而无绝对 废话不必这么多 许清平静开口 经历过当初 那位依靠言词 画作震惊的主宰后 许清对于这种方式 警惕不小 所以此刻打断对方话语的同时 抹去权柄也在目中闪耀 抹去四周所有痕迹 李梦土闻眼 目光深邃 右手忽然抬起 向前一挥 顿时有花香弥漫 以李梦土为中心 暗灭的天地间 在这一沙 凭空出现了无数花卉 铺展百万乃至千万里 将这无尽范围 化作一片花海 而其内的花卉 有的娇艳 有的丑陋 有的似腐烂 有的急猙獰 且都是 毒花毒草 至于花香 那是数不清的毒草散出的气息 混合在一起后 形成的毒 此毒惊人 瞬间爆发 将许清笼罩在内 若换了旁人 此刻必定陷入生死危机 但许清自身草木之道已精湛 虽如今没有草药再生 可他有大量丹药 丹药 都是草木炼化形成 其内拥有他所需的物质 于是抬手间 许清取出大把丹药 每一粒都是特定之选 出现后被他立刻捏碎 抽取其内所需物质 笼罩四周 以自身的理解去混入调配 以此化解此地之毒 虽碍于时间 做不到彻底化解 但在这花海内保持战力 还是可以做到 可就在许清丹药 消融四周之毒的瞬间 李梦土那里 身体一步走出 掀起音报 跨越千里 直接就到了许清的面前 一拳落下 许清抬头 漠然反击 通明之声 立刻传出 震耳欲龙之计 李梦土的出手如风暴 没有丝毫间断 时而肉身 时而术法 且完全没有任何防御 这种做法 与之前完全不同 面对着狂风暴雨般的激烈之斗 许清一时全力以赴 手中黑色长枪闪耀 武行权柄交错爆发 时间与空间之力都在波动 一时之间 双方在这天地内 你来我往 凶险无比 通明之声 没有停下半席 而伤势 也自然在这彼此的杀伤中 不断在许清身上 与体内乃至灵魂 同步出现 使他全身鲜血淋漓 口中血液不断涌出 可诡异的是 李梦土 竟毫发无损 准确地说 是其伤势每次一出现 就立刻如再生般恢复 就仿佛 如今的他 处于再生权柄之内 可以无限地恢复 这一幕 让许清心底一沉 再生的权柄 本就逆天 如今对方这权柄之力 竟还能维持下来 这种能力 已不是逆天可以形容 许清从未见过 也不符合他的认知 但他有类似的能力 那就是时间逆转 所以对于这种术法 有自己的理解 我的时间逆转也逆天 所以短时间无法展开第二次 那么这里梦土 其权柄 也不可能没有代价 这种持续的时间 绝对不会太久 且失效之后 代价必会显现 想到这里 许清咬牙 从进攻状态变成防守 在对方那狂风暴雨下 不断后退 虽延缓了时间 可李梦土的出手越发犀利 使许清的伤势 越发增加 持续恶化 最后彻底成了血人 眼看这般 李梦土双眼一闪 他心知自己的这再生权柄 很是非凡 且状态能存续一段时间 但却存在巨大代价 一旦状态消失 自己会被反噬 且短时间无法展开第二次 而许清之前的时间逆转 他看似没太在意 可心中无比警惕 所以此刻的出手 他有两个目的 一 一开始的话语 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但也拖延了许清的时间 而根据他的判断 这时间逆转 必定存在逆转的实现 最多一炷香 不可能太过久远 甚至大概率也就是 促时洗左右 二 基于对时间逆转实现的判断 他没有展开杀伤巨大的杀手锏 而是以这种不间断的出手 使对方伤势叠加 如此一来 就算许清的确还可以时间逆转 但只要觉得自己伤势还不致命 从而出现犹豫 那么就错过时间 无法逆转到巅峰状态 只会逆转到存在伤势的这个时间段里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接下来 就可以真正去验证一下 他有没有那个能力了 若有 说不得只能动用那个方法 若没有 此战结束 想到这里 估算了一下自己处于再生权柄的剩余时间后 李梦土忽然抬手一抓 取出一个木雕 此木雕七非 散出邪恶气息 其雕刻的是一个老人 取取如生 这老人五官扭曲 满脸极致的痛苦 身体不规则的扭曲 仿佛冰临死亡 而在取出此木雕的瞬间 李梦土那里 做出了一个人许清心神默然阴沉的动作 只见李梦土一手持木雕 另一只手则是直接伸入自身的胸口 一把抓住心脏 猛地扯了出来 狠狠一捏 第1130张画开一线 一捏之下 那血淋淋的心脏 直接就崩溃开来 四分五裂 血肉模糊 如此伤势 即便是李梦土处于再生阶段 可传来的剧烈痛楚 依旧让他口中鲜血喷涌 胸口被破开的血洞 也是血液涌现 其身躯 刹那间与许清一样成了血人 且这种痛楚带来的 缓有身体不知觉的扭曲 但诡异的是 他的嘴角 竟在笑 其手中的木雕所克老者 竟也在笑 二人都是身体扭曲 表情痛苦 嘴角带笑 一模一样 而下一瞬 许清心神漠然震动 他的胸口在这一沙 镜子形裂开 如被一只无形之手动穿 出现血洞 露出了心脏 其心脏 好似被那无形之手抓住 开始碎裂 因果之法 取清目中抹去到 很漠然闪耀 立刻就看见一条条因果丝线 将自己与那木雕相连 而木雕又与李梦吐相连 就好似这木雕成了一个媒介 连接了许清与李梦吐 在这连接下 双方不是伤害转移 而是伤害对等 李梦吐捏碎了自身的心脏 那么许清的心脏 也无法保留 这一幕 让许清面色阴沉 眼看自己的心脏就要四分五裂 他毫不迟疑 幻化出巨大的剪刀 这自然不是当年那把 而是抹去到横的具象化表现 虽威力不如原本 可随着许清修为的提升 也极为犀利 此刻出现后 向着自身与木雕之间的 一条条因果丝线 猛递一解 咔嚓一声 所有的因果丝线 全部断开 化解心脏崩溃之危 许清一步 正要杀向李梦吐 扮下一杀 李梦吐沙哑之声 回荡开来 从方才看见你具备这特殊权柄的一刻 我就猜测到 你或许有断开因果之法 而我既将其展现 怎能没有准备 之前的挖心 只不过是验证你是否真的具备断开因果之法罢了 话语间 李梦吐持着木雕的右手 狠狠一掰 顿时那木雕轰鸣 索克老人的头颅 竟被李梦吐一把掰断 这木雕来历神秘 自身极其诡异 虽散出的因果线被剪断 可爆发出的反噬 凶猛至极 且在头颅被掰断的一刻 那些被剪断的因果丝线 好似被赋予了生命 竟如一条条蟒蛇 直接就将许清抹去 全柄巨像出的剪刀缠绕 并借助这种缠绕 在此相连 许清双眼瞳孔一缩 与此同时 李梦吐大笑中 左手抬起 手里出现一把匕首 盯着许清 毫不犹豫向着自己的脖子 狠狠疑惑 鲜血大量喷出 伤口之身 甚至都割断了骨头 同样的伤势 刹那就出现在了许清的脖子上 鲜血喷涌间 许清全身矩阵 本就弥漫伤势的肉身 又承受如此重创 使他修为紊乱 生机流逝 只能一只手强行按住伤口 身体急速倒退 但眩晕感 如潮水一般 排山倒海而来 反观李梦吐 此刻收起木雕 借助自身最后的几席再生权柄之力 失去的心脏重新长出 脖子上的恐怖伤痕 肉眼看见的恢复 直至再生权柄之力 彻底散去的一刻 他已恢复到了无伤的状态 只是下一杀 其再生权柄的代价 终究到来 眨眼间他头发半白 身体枯萎 气息也虚弱了很多 但其目光炯炯 紧紧地锁定许清击退的身影 看来 你的时光逆转 与我判断的一样 短时间无法展开第二次 说着 他身体一晃 杀意强烈 直奔许清而去 他已确定 眼前这位 的确不能再施展时光逆转 其速度之快 瞬间挪移 出现在了击退中的许清面前 杀意滔天爆发 右手抬起 狠狠一按 就要将许清斩杀当场 围击关头 脖子都快要断掉 凭着自身修为强行压制的许清 再没有丝毫迟疑 眼中露出的也不是慌乱 而是杀意 狠狠地一咬战前 就放在口中之物 那是一枚特殊的符文 来自旺谷大陆 纪月大狱的吴奶奶 所给他的恢复之力 此力 不到万不得已 许清不想去用 因为使用这股力量来恢复自身 虽可让自己伤势瞬间恢复 但消耗的是吴奶奶的生机 可如今 不得不用 咬碎符文的一瞬 一股柔和之力 刹那在许清体内爆发 转眼充斥全身 使其胸口的血肉恢复 全身的伤势恢复 快要被割断的脖子 也骤然恢复 紧接着 来自巴爷爷的愤怒之力 所画符文 也被许清直接捏碎 顷刻间 一股极致的愤怒 在许清体内轰然爆发 伴随愤怒一同出现的 是更为强烈的杀意 以及体内修为的加持 即便是肉身 也在这愤怒之力下 一样加持 只见许清全身血肉膨胀 心惊怒争 双目血丝弥漫 一片赤红 吐息也都带着可影响情绪的威能 在李梦吐神色大变的瞬间 直接轰杀而去 一拳落下 天崩地裂 李梦吐如今承受再生权柄的代价 处于虚弱之中 面对许清这一拳 他全身一震 口中吞出鲜血 漠然倒退 许清怒视 速度惊人 一冲而去 再次一拳 通明中 许清持续追出 而李梦吐节节败退 鲜血一口接着一口 心神的波澜更是巨大 眼看维基 李梦吐右手抬起向天一指 顿时苍穹翻腾 一座座虚幻的高塔 漠然出现 数量整好九千 这九千虚幻高塔的出现 气势恢弘 随着李梦吐右手猛地落下 九千虚幻之塔 如雨落斑 呼啸而来 直奔许清 对其阻拦 许清全身修为澎湃而起 右手虚空一抓 地剑出现 一人一剑 直奔高塔而去 一路见起惊天 崔枯拉朽 远远看去 一座座高塔 在他面前分崩离析 通隆隆的声响 震耳欲聋 这一战 打到现在 位于许清而言 艰难至极 李梦吐的手段 是他所欲主宰中最多的一位 且权柄更是诡异 即便是此刻 许清所有杀手锏都动用 也还是难解难分 而类似的心情 也在李梦吐的心中浮现 尤其是此刻自身处于虚弱之中 于是他目中露出果断 趁着九千虚幻高塔阻挡的一刻 他双手掐绝 向着自己身体连续点去 尾翼直落下 他的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个符文 每一个符文 都极为复杂 似由上万细小符号组成 直至108下后 他全身浮现108枚符文印记 在全身流淌时 排列组成了一个阵法 封印 开 李梦吐大吼一声 顿时他身体上由符文组成的阵法 猛地爆发 出现在了身体的前方 其内符文飞速旋转 向外移阔 直接暴涨10倍 接着再次旋转后 刹那外散 放大百倍 随后是千倍 万倍 最终出现在天地间的 赫然是一个惊天动地的阵法 散出璀璨的金光 刺目的同时 一股神灵的力量 竟从阵法内外溢出来 这力量超越了吴霞 以达神台 此阵 赫然是一个封印神灵的阵法 而如今随着阵法被解开 神灵的气息漠然降临 随之一同的 是这浩瀚之阵内 竟出现了一只晴天之手 准确地说 这是一尊神台镜的神灵 被斩断的右手 被封印在了李梦图体内 成了他的杀手锏 此刻出现 可见这右手皮肤粗糙 紫红 长满了细小的触手与眼睛 看起来猙獰无比 恐怖之至 出现的一刻 天地色变 一直大起 隐约间似有尼南 传遍八方 这尼南 外人听不懂 但许清拥有神之身 此尼南落在他耳中 逐渐清晰 所说 是两个字 人丹 李梦图同样也是在这一刻 口中传出这两个字 回荡天地瞬间 那巨大的神灵断手 隔空向着许清那里 五指一抓 许清身体一震 神台之威 在那神灵之手内 轰然爆发 落在许清身上 使他全身传出骨头碎裂的卡卡之声 身躯扭曲 灵魂扭曲 所有的一切 都在扭曲 就如同将一个人握在掌心 要将其捏碎成球 进而化作一枚 血肉人丹 这个过程 李梦图也不好受 但许清实在难杀 所以解开封印 是他衡量后 自己相对付出代价最少的手段了 可就在这时 一边在许清身上 骤然而起 出手的不是心言上先 而是 有一个慵懒的声音 似被封印在许清体内 于这个特殊的时刻 回荡开来 有个叫许清的小装逼犯 外出历练 促年后 这小装逼犯平安回来了 那是御流程的故事 也是御流程的祝福 断手 来自神台 而御流程 亦是神台 此刻齐声回荡 形成一股神灵之间的对抗 下一杀 李梦图封印阵法上释放出的断手 漠然一阵 松开手掌 慢慢收回 而御流程的声音 也随之散去 发生在许清身上的扭曲 不再持续 随着鲜血的喷涌 许清艰难地抬头 死死地盯着此刻神色阴沉到了极致的李梦图 一冲而去 李梦图呼吸急促 生死危机之感 在这一刻强烈爆发 可杀意 不但没有减少 反倒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 越发浓郁 这才是生死之斗 好好好 话语中 李梦图抬手 一个散出古老气息的画轴 在他手中出现 许清 你值得无永恒折损三成寿元 来开我家传之画 家传古画 整个李家如今只有李梦图一人可以打开 但却是他最不想动用之物 若不展开还好 可一旦展开 使用的代价太过巨大 超出所有 哪怕只是展开一线 他也要付出三成寿元 早年 他用过一次 如今 不得不用第二次 此刻取出后 在许清心神强烈波澜的一刻 李梦图在没有丝毫犹豫 抬手狠狠一拽 直接将手中的画轴 打开一线 不可抵抗 无法躲避 画轴开启了一线内 散出黑色的光 此光 瞬间笼罩了天地 笼罩了所有 包含了一切 只是刹那 画轴被李梦图一把关上 他粗重的呼吸声 再也无法压制 传遍四周 更有大口大口的鲜血 止不住地喷涌出来 而周围 除了他之外 再无第二道身影 取清 已不见踪迹 被封印在了画轴内 结束了 此战 是我成道一来 最艰难的一次 李梦图擦去嘴角鲜血 强忍着身体 乃至灵魂的虚弱 低头看向手中的画轴 传承没有回归我身 说明他还没死 尽管看不到其内 但根据当年 家族老祖的遗言 这画轴来自 他们这一末的起源之地 那里 叫做厚土 李梦图南南 接着沉吟起来 他的死亡已是必然 应该用不了太久 但为了防止意外 要将其镇压在家族境地内 以血脉加持 使其早日灭亡 李梦图身吸口气 转身一晃 飞向天边 第1131章天地 是万物众生的克舍 西域 到先宗 一望无际的良田中 那两株药草的争夺 也在此刻结束 一株一栗 绽放盛开 枝叶摇晃间 闪耀星光 其旁的另一株 以枯萎倒下 枝叶干枯 花朵凋零 似要与淤泥大地融为一体 只是 独君依旧在凝望 并非去看那株似乎胜利的花草 而是望着渐渐和淤泥相容的另一株 向死而生 独君喃喃 目中露出一抹奇异之芒 同一时间 西域的苍穹上 李梦图面色苍白 一路及持时体内伤势翻涌 偶尔会喷出鲜血 无论他如何压制 也都到了临界点 这一次的战斗 是他此生最激烈的生死之争 虽显胜 可伤势之重 前所未有 我与其他星辰交战 最多也就是这样了 李梦图难难 即便是如今胜了 但回忆之前的一幕幕 他心有余悸 也正是这种心态 使得他如今没有放松丝毫 这天地间 永远不缺少变数 而变数 尤其钟爱天骄 李梦吐深吸口气 他不允许变数出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 所以他清楚 自己的速度 还是太慢了 于是下一杀 他右手抬起在额头一按 轰鸣中 他面色不正常地红润起来 似激发了潜力 燃烧了一部分权柄 以此换来更快的速度 刹那挪移 就这样 三天的时间 他借助自身的挪移 以及古传颂阵的威能 终于在第四个极光选拨日到来前 回到了李家 不是位于中心以东的境地 而是李家真正的祖地所在 李城 此城雄伟 范围巨大 城中繁华 修饰无数 而在城池下方 大地深处 那里存在了一处惊人的地宫 这地宫如一片单独的世界 准确地说 也的确是如此 这是一个小世界 里面有天有地 唯独没有众生 整个世界一片安静 只有风在这里呼啸 吹过江河 吹过平原 吹在一处高峰上 山峰顶 修着一间墓舍 大门紧闭 院子中 摆着一座炉顶 有人像鸟鸟升空 雨风中不歪不斜 如青云之上 取久之后 这小世界的天 无声无息中波澜 李孟土的身影 从内一步走出 到了这里后 他深吸口气 走到了木屋的院子里 望着闭合的木舍之门 他神情露出凝重 跪了下来 此地 是他们李家的圣地 是老祖晚年的居住之处 老祖作画后 成了他们李家的祠堂 而按照族规 除非祭祖之日 平时这里不允许族人到来 后世子孙李孟土 打扰先祖安宁 李孟土低沉开口 随后额头碰触大地 凝重叩手 半晌后 李孟土站起身 目光从屋舍上收回 落向面前的鲁顶 此鲁顶 才是他这一次来此的目标 与重点所在 于是挥手间 封印许清的画轴 从李孟土身上飞出 直奔鲁顶而去 落入鲁顶的一刻 整个鲁顶轰然一阵 这片小世界也在瞬间地动山摇 传出轰隆隆的声响 无尽的火焰 从地底升起 将世界渲染的同时 阵法也在闪耀 以世界为阵 以地火为限 汇聚鲁顶 使其画作轰炉 加持画轴 从而让其炼化之威 随之暴涨 如此 就可万无一失 那许清断无出现变数的可能 必死无疑 望着眼前这一切 李孟土的心 终于放下 他再次向祠堂木屋一拜后 走上天空 准备离开这里 回一趟到先宗 借助那里浓郁的先灵疗伤 当我伤势恢复 回来此地的时候 那许清一灵散后土 属于我的传承 也将重新归来 李孟土低头 再次看了一眼卢顶 看向卢顶内的画轴 李家老祖作画前 留下的画轴 到底蕴含了什么 其后人大都只是知道部分 不知小具体 他们只是知道 这画轴是家族的至宝 来自一个叫做厚土的地方 那里 是老祖的故乡 只是知道 若有人能将其打开 下先亿能封印 唯有付出寿源的代价 可以将画轴打开一线的李孟土 知道的更多一些 深枯虚无 魂精轮回 不断消磨下 最终 零散后土 南南中 李孟土身体一晃 消失在了此地 随着他的离去 小世界的安宁在被打破后 陷入到了无尽的火焰轰鸣中 此生 久久回荡 轰 轰 轰 天雷之声 仿佛是从遥远的天外传来 穿梭了真实的世界 落入到虚幻的苍穹里 成了闷雷 炸裂在京城无数睡梦之人的耳边 惊醒此乘众生 也惊醒了一位老人 默默地睁开了双眼 轻轻地咳了一声 这个声音 在某种程度 似乎超越了天雷 使得老人所在的府邸 瞬间灯火通明 无数仆纵立即赶来 不敢怠慢丝毫 因为天空的雷霆杀人 要看命运 而老者杀人 只看心情 所以 他的壳声 超越天雷 这老人穿着名贵的丝绸内衫 可见身份高贵 虽满头白发 脸上都是皱纹 非褐色的老人般 在他身上很是明显 可那一身久居高位养成的威压 可让人在与其对望时 忽略他行将就目的事实 只记得他这一生的雷霆手腕 什么时间了 老人沙哑开口 赶来的猝食未扑纵 一个个小心翼翼 有人低声开口 老爷 似更天了 老人沉默 半晌后重新躺下 淡淡开口 度下去吧 一众仆纷纷心底松了口气 小心地告退 房间内 重新安静下来 唯有天外的闷雷 时而回荡 漆黑里 老人没有闭眼 他望着黑暗 感受到了生命的枯萎 感受到了他不愿接受的虚弱 也感受到了死亡的灵静 老了但我总感觉 我好像忘记了一些事情 老人南南 许久之后 钟闭目 这是大铸王朝天贵立七十九年 大铸的都城 天宝城 全清天下 辅佐天贵皇帝登基 征战二十五国 开大铸前所未有之基业的一代宰相许经法 驾和西游 这一夜 雷霆不断 如轮回 亦不断 只是轮回里的人 有的可以被历史记住 但更多的 只是一片浪花 如在这一天 出生于另一片世界的许红 他的父亲 是一个商人 一生追求的目标是红商富甲 于是 今夜家里出生的长子 有了红字 而许红这一生 也的确是在努力地完成父亲的梦想 放弃了读书 早早就接管了家里的生意 向着理想前行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这条路上 他乐善好施 成了别人口中的大善人 但可惜 一场清静之人不下的骗局 断了他家族的梦 一场瘟疫 断了他自己的梦 家财万贯 成了虚无 弱得欺离子散 悲苦至极 临死前 在城里被人用席不裹着 丢到了诗堆重 一把火 干钱净净 遗憾嘛 取山不清楚 只觉得有些晦气 于是强忍着头痛 看了眼前方燃烧的尸骸 吐了一口带血的浓潭 其四周 是关道上散架的马车 满地的元宝 瑟瑟发抖的女眷 以及火焰中 一双双带着贪婪的眼睛 他 也是其一 身为这云来山上的土匪 他本是不愿意的 毕竟他许三爷一生自在惯了 江湖人麻 要的是逍遥 留在这座山上 打劫过往的车队 偶尔还要面对生死 而结果是 别人吃肉 自己喝汤 这样的日子 他很不耐烦 重点是 他的头越来越痛了 这是小时候的毛病 他娘说 这是在长脑子 他当时性了 但随着长大 头痛越来越严重 可脑子似乎没有长多少 总是被骗 总是被晕 娘亲也被人弄死了 自己好像是报仇了 也不记得了 只记得杀也杀不够 于是他用力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随后将自己腿上的伤包扎了一下 想着方才那个 标师临死前给的自己这一刀 差点就割到自己的命根子 许三觉得更晦气了 要找个时间 离开这里 最好是找葛郎中仔细看看 我脑子里到底怎么了 许三正想着 一个笑声从远处传来 接着是一个战斗的女子 被人扔到了许三的面前 傻三 你今天表现不错 爷爷我赏你一个婆娘怎么样 许三浑身一震 这句话 让他脑袋似乎也都不痛了 此刻呼吸都急促 只勾勾地望着那个战斗的女子 他忽然觉得 在这里做土匪 也是不错的 于是连忙像给自己赏伺的二当家开口 啊 谢 一块石头 飞速砸来 落在了许三的脑袋上 力道很大 许三痴痛 退后几步时 他眼中的二当家 耻笑起来 你还真想要啊 伴随这句话的 是四周无数的笑声 不要 不要 许三也笑了 一副毫不介意的外表下 是其头醋背的剧痛 痛得他想杀人 或者杀自己也行 于是在一行人整理了所有物品 回载的路上 他扑到了二当年的面前 在对方的耻笑里 一刀捅了过去 但可惜 美中 而迎接他的 是暴风雨一般的刺痛 整个人就如一个千疮百孔的布偶 鲜血弥漫 可临死前 他笑了 在面前这位二当家骇然的目中里 在四周众人稀奇的声响中 他吞下了口中咬下的肉 那块肉 是二当家喉咙上的 世界 模糊了 于这模糊里 许三忽然发现 自己的头不痛了 有一句似乎不在自己记忆里的话 浮现在了脑海里 天地是万物众生的客舍 什么意思 许山没读过书 不理解 试图琢磨时 生命已哭 第1132章光阴是古往今来的过客 里程祠堂所在的小世界 那紧闭的屋舍内 摆设简单 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 一个木床 除此之外 在就是墙壁上 挂着的一幅字 它就如虔诚的香客 始终在寻找一座 可能不存在的神庙 外界 火焰依旧 炉顶内的画轴 在那火海的炼化中 慢慢闪耀一抹幽芒 一席间 好似有一个声音 在画轴内回荡 我 忘记了什么 是遗憾吗 还是那句话 或许 我应该让人 帮我传一句话 声音渐散 被火海焚烧掉 火 越来越大 越来越旺 将笼罩在上方的瓦罐 烧得很红 里面的药液 也在这高温中 逐渐地粘稠起来 不时地出现水炮 破裂后将药味 扩散在这简陋的乌蛇内 乌蛇不大 四周都是一个葛柜子 放着各种药材 正中间 有一老一少二人 老者穿着一身脏蓝色的长衫 满头白发 脸上带着岁月流逝后 形成的麻木 此刻坐在摇椅上 望着外界的夕阳 不知在想些什么 而少年则是望着老者 等了少亲忍不住开口 师父 然后呢 什么然后 老者问了句 故事啊 您方才说的 忘记了什么 是遗憾吗 还是那句话 那句话是什么啊 让人传给谁啊 我可以去传 老者闻言 目光落在药罐上 这药熬得差不多了 你取出分成若干 一一送去吧 少年闻言 连忙拿出药勺 将瓦罐类年酬之药一一取出 放在一个药盒里 提着向外跑去 刚出了药铺 他脚步一顿 回头望向师父 忍不住开口 师父等我送完药 您告诉我那句话行不行 我一定传道 我特别好奇 你若告诉我 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老者点了点头 少年期待 提着药盒 飞奔远去 看着少年的身影 消失在了目中 老者的双眼 有了一些涣散 那句话 是什么 我想不起来 老者喃喃 一夜 过去 离开的少年 没有回来 有人说 看见一位仙人 将他带走 也有人说 是黑夜将其吞噬 而在老者之后的余生里 也没有见过 就仿佛一切 只是他恍惚中的错觉 直至十年后 即将离世的他 偶尔想起当年的那个小徒弟 也都印象不深刻了 因为他这一生 都在去回忆那句话 那句 似乎就在记忆里 可却怎么也都找不到的话 最终 离世的那一天 他的记忆化作飞灰 消散在了人间时 他才想起了那句话 天地 是万物众生的克舍 下一句 是什么 老者没有答案 时间 已带走了他的生命 也带走了他的灵 只剩下一句 留在这世界的尸骸 被埋葬在了泥土里 与光阴的流逝中 尸体和泥土 彻底地混在了一起 不分彼此 而外界沧海桑田 世界变迁 曾经的小城 变成了废墟 又成了荒地 不知过去了多久 直至有一天 一把锄头 被人举起 落在了这片荒地的泥土上 在这里 开垦了田地 种下了庄家 建立了村庄 种地的人 碌碌无为 从青年变成了中年 最终也成了老人 临终前 他忽然告诉身边的家人 他说 他曾经做过大官 曾经做过红商 也做过山贼 还做过郎中 就被埋在了这里 所以 他这一世 也要埋在这里 来给未来的自己 去一些时间 让灵的消散 稍微地慢一点 此前的话语 带着一想 有人听到了心里 但更多的人不会当真 可无论如何 他的尸骸 终被埋在了这片泥土里 他太普通了 如同大海里的一滴水 在若干年后 逐渐被忘记 春去秋来 村庄 成了县城 多年后的一个冬天 黄昏时分 苍穹上 有一位中年修士 踏着风 来到了此地 他是个散修 无宗无派 一次偶尔的机会 进入了一个密地 获得了一道传承 这传承 是一缕残魂 想要获得传承 需满足残魂的遗愿 于是 他在残魂的引导下 来到了此地 于那片泥土前 残魂从其身体内走出 化作一个少年 凝望这片土地 凝望这的县城 物是人非 以不一样 当年的小城 变得更大了 曾经的药铺 也成了一处学堂 凝望这些 依稀间 少年的墓中 好似看到了 岁月前的那个夜晚 那个药铺里自己的 第一个师父 以及师父的故事 这是很久远之前的事情了 他本以为自己已不记得 当初被人带走 踏入到了修行界后 他也有过自身的绽放 有过自己的人生 悲欢离合 爱恨情仇 也曾走上一定的巅峰 可最终陨落 化作残魂的这些年 他发现自己回忆里最永恒的 竟还是当年的那一幕 他想要知晓 师父没有说出的那句话 到底是什么 因为 他当年没有来得及 说出的秘密 是师父说出的那几句话 实际上在他没有成为 药铺学徒前 于梦里也曾出现过 他不知晓原因 如今 想要追寻 且越发觉得 那句师父没说出的话 很重要 我的灵 已消散了很多 如今残魂支撑不了多久 可无有种强烈的感觉 若我消散前找不到答案 那么 就没有以后了 南南中 他的目光落在学堂 学堂里 有一位教书先生 以及学童新人 此刻天色暗红 黄昏中 学童一一败别 而教书先生 也整理了衣衫 正要离开 但一位本离去的学童 去而复返 站在了门口 先生脚步一顿 看了过去 学童低头一败 先生 我有一个问题 因时间已不够 找不到答案 消散之际在这里遇到先生 故而问询 还请先生解惑 先生沉默 半晌缓缓开口 李说 先生可知晓 什么是轮回 童子抬头 双目漆黑 先生皱眉 李是非凡 而我是凡俗 却来问我什么是轮回 童子摇头 漆黑的双眼此刻有些涣散 出现了茫然 我理解与认知的轮回 是一次次的转世 一是中才有意识起 但我越来越感觉 似乎轮回不是这样 有没有可能 我所遇到的很多人 都是轮回中的我 这一切 让我迷茫 请先生解惑 随便 随便说点什么 都可以 童子喃喃 先生闭目 一言不发 时间流淌 半个时辰后 当黄昏即将被黑夜取代 童子墓中的漆黑 也消散了大半时 先生睁开了眼 我不知什么是轮回 但若将这二字命题 我想 那应该是一种 在深渊之海渡洲的经历 与黑暗中寻找光明的过程 这过程 不可能没有代价 所以一次次轮回的代价 应该是一种自我的磨灭 至于你说的情况 认为自己遇到的很多人 是轮回中的自己 在我看来 这可能是自我磨灭里的自救 放弃一次次的磨灭 选择一次性全部的绽放 以此来寻找光明 直至最终 若还寻不到光明 则灵成灰 童子身体一震 愣在那里 许久之后 他目中明雾 过往的一切浮现在脑海 一席间 似乎在岁月里 听见了自己第一个师父 临终前的泥南 于是他低头一拜 轻声开口 多谢 我明白了 原来我的意义 是将光阴连在一起 将一句话 传递给先生 天地 是万物众生的克舍 下一句是什么 请先生 自悟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好在 你的余生还够 童子说着 墓中的黑色彻底消失 残魂 消散 而童子也苏醒 有些迷茫 看见先生后心里紧张 连忙拜见 接着快速逃掉 唯有先生站在原地 墓中茫然 好似有一些原本就属于自己的轮回画面 从封存中逐渐复苏 大驻王朝的宰相 临死前感觉遗忘了什么 从伤的许善人 死亡前满是遗憾 遗憾的不是一生波折 而是遗憾没有想起遗忘 于是这遗憾 成了剧痛 留在了山贼许善的脑子里 直至最终 脑子痛了一辈子的许善 在死亡的一刻 想到了一句话 但可惜 他没时间去琢磨 只能将其留给郎中 郎中一生都在追寻 但可惜 在某种力量的担扰下 他也只能在死亡的一刻 才将其想起 而好在 他有准备 于是少年 成了连接光阴与轮回的线 而开垦良田的种地人 也甘愿成为养分 来为未来的自己 争取时间 中等来了少年 少年临死前 一样明目 完成了使命 传出了那句话 给了先生 今年 先生三十七岁 余生 还够 持光荏苒 一晃三十载 先生已老 留在这县城内 行将旧墓 而学童早已各奔前程 临终时 无人归来 先生并不介意 他躺在床榻上 看着窗外的黄昏 一幕幕画面 似在黄昏的苍穹上 展现在了墓中 官员 商人 莽夫 郎中不一 修士 不同的轮回 不同的经历 不同的人生啊 果然 天地是万物众生的客舍 光阴是古往今来的过客 我依旧在光阴里 依旧也是过客 但不再事必着眼 先生坦然 一道紫光 从其胸口爆发开来 蔓延全身 笼罩世界 散去的灵 重新绽放 先生 闭目 举青 醒来 而轮回不止 但不再是深渊之海里 随坡逐流的孤舟 他有了掌舵者 成了百度人 向着有序的方向 以时间为讲 画开光阴前行 前往 画轴的原点 第1133章八级道香诞生 虚无理 肉身为传 灵魂成舟 逆流而行 这条路 漫漫长 而回忆往袭 官员 商人 莽夫 郎中 不一 少年 看似寻常 是经历 是轮回 是人生 那是阴身在其内 顾看不破迷雾 如今苏醒 回头去看 分明是武行 身为宰相的许金红 虽是文官 但一生雷霆手段 撑起王朝 新有雄兵千万 金歌铁马 他的一生 代表了金 富贵为金 全是维金 兵歌为金 命格亦是金 梦想成为 红商富甲的许红 一生乐善好施 也曾家财万贯 也曾奔波流离 奈何命运多船 最终枯竭 他的一生 代表了水 财为水 主流洞 有汗涝两极 又有上善若水之说 故其命格亦是水 往复许山 此山非土 有灵之意 命如扶平 又年如朽木 成年落草寇 混积山林之中 为朽木之命 至少且多怒 外界亦影响情绪 故此生宁愿站着死 不愿屈入跪着生 郎中许玉 玄乎济世 一颗医者人心 愿为天地炉 炼化一本草 身如火 命如火 正是朱雀心火 守命之灼华 然此生风火出 心乃灭 致死心乃富 风火归 不依许昆 一生平凡 憨厚且寡言 足争熟土气 被灼颜天光 历尽不知热 但袭夏日常 头顶天 脚沾土 去未来之时 积土命之格 至于少年与修世的残魂 为同一人 成传言之责 如长线 起于郎中之火 途径不依之土 而后欲真我 跨越光阴 此为时命 为缺空间 许清难难 之所以这般 是因这条路 还不圆满 轮回在前 而圆在轮回后 于是一边走 一边看 不再沉沦 如过客 见人生百态 所望到无相 故有男有女 有劳有少 有庙堂 有江湖 一幕幕 浮现眼前 不知多久 不计时光 这条路 走着走着 看着看着 许清的脚步 终有一顿 目光所望 心神所宁 是轮回中的自己 所画戏子 戏子一生 演绎众多 前日枪东 锣鼓绕梁飞 粉末灯台水秀灰 今日惊奇 一盏八面风 已定中间黑白红 同一张面孔 不同的涂抹 或男护女 成了一段段时光里的人生 有衍生之唱味 有衍死之何习 正是人生如戏 那古今多少红尘世 皆在戏中唱念来 也不知 涂抹油彩的面容之下 是一颗什么样的真实之心 更不知时间久了 会不会分不清 真实语虚幻 唯油曲中人散的一刻 抹去了所有的油彩之后 走出的人 带着惆怅的思绪 感慨前身后 是演绎欢乐喜悲 浮生一梦如水年华 悄然远去淡淡不留痕迹 最终 轻叹一声 赤上悲欢多角色 四人莫道落七皇 分不清 正是欢歌往往最相看 时光都在眼朦胧 片片回忆街连衣 大梦醒来 原是一场千年万年的 邂逅梅花梦 于是这戏 从续到墓 这人生 从生到死 这梦 从晨到醒 取清 醒来 在虚无中 心生难难 这哪里是戏 这是时光里的人生 而人有生死 戏一有始终 这生死的差异 就好像梦与醒的不同 纷纭变幻 不可纠结 那么 跨越了轮回 走出了人生 梦醒之后 在这画轴的镜头 等待我的是什么 答案 已经有了 因为他这一路 已向上走到了 这轮回画轴的镜头 中看见了 这画轴的原点 也是承载了 画轴轮回的倒机 它 本就是一幅画 里梦图打开的 只是一线 而这一颗的雪青 看到的是 这画的全貌 那是一枚水晶 落入混沌 出现在无尽的虚无里 绽放出 无比璀璨之光 而后碎裂成了 不规则的石份 洒落 然后 出现了厚土 这正是厚土形成的画面 也是许青当年 感悟八级道时 通过先祖的目光 所看那陨石上描绘的一幕 开天辟地 且 更清晰 没想到 这画轴所画 竟是这一幕 许青南南 那是一枚 紫色的水晶 与他的那一枚 一模一样 于是 许青沉默 此刻的他 能感受到离开之法 他已度过了画轴的轮回 走到了尽头 如今只需向前一步 就可离开这画轴 但他的目光 在那碎裂的十份水晶上扫过 取久之后 其目中露出强烈的金芒 被封入此画轴 是生死 一时造化 我这些深的道 起源于那碎裂的十份水晶 如今再次看见 且比之前所看更清晰 我可以 再证我道 想到这里 许青没有犹豫 盘膝坐下 神念乃至灵魂 漠然散出 如一道流星 直奔那碎裂的十份水晶 下一瞬 轮回再起 但这一次 不再是人 我是一颗从天落下的陨石 落在一个名为天命的星辰上 不知自己来自何处 在那里岁月流逝 我渐渐产生了一抹灵智 依稀想起了一些前尘 但不具体 很是模糊 只记得 一片沙漠 于是大多数的时间里 我都是望着这颗星辰 见证星辰上万物众生的命运 也在回忆我从河出来 回忆那片沙漠的故事 但可惜 我想不起来太多 任凭我如何努力 最多是又想起了一片尘埃 以及一条河 他们是谁 我有些茫然 而在我思索的这些光阴里 在这天命星上 我时常被这里的人们发现 有的时候 他们认为我只是寻常 有的时候 则被当作不祥 同样的 也有一段岁月 我被这里的人们认为是圣物 前来对我膜拜 时光荏苒 岁月变迁 这一幕幕 我不在意 本以为 余生也是如此 直至有一天 一个天命星外的修士 来到了这里 看见了我 他似乎欣喜若狂 将我从天命星上扛喜 离开了此星 去了一个叫做天火的大路 那里 似乎没有尽头 无比辽阔 而我永远都记得这个大路 因为那里有一座浩瀚的火山 此山 占据了天火大路的九成区域 我被带到那里 扔入到了燃烧的火山口内 无尽的岩浆与炙热将我笼罩 将我焚烧 将我炼化 直至 我成为了一块铁 那将我带到这里的修士 借助这火山之力 最终把我打造成了一把锋利的剑 前往一个叫做史林的地方 砍下了那里最年长的树 似是复仇 而修士 也伤势严重 带着我离去 鱼若干年后陨落 而我在漫长的岁月里 又遇到了其他的持剑人 他们毫无例外 最终都意外陨落 不祥的说法 再次落在了我的身上 于是最后一位持剑人 将我带到了一条黑色 且弥漫死亡的银河上 抹去了我的灵 扔了下去 我落在河中 沈下 灵在消散 长埋在了河底的淤泥里 但我身上的气息 对于这条河水而言 似可形成极致的滋养 使其变得棒薄 变得越发汹涌 而死亡前 我听见有人和我说 此为 或可惊 而惊生水 我本不叫古以丁三月 这个名字 是因我在时光里 看见未来古以丁年的三月 有一滴落下的雨 他浑浑噩噩 某一天被人呼喊为 古以丁三雨 于是有了志 成了湖 无数年后 成了北海 我看见了这一切 觉得不错 于是在他诞生之前 用了这个名字 以诞生时 我会还你 而我这一生 也算波澜 我曾吞下过一把 杀戮滔天的铁剑 这把剑的煞气 对我滋养巨大 使我流躺间 覆盖了星空 熄灭了一座 金氏且宏伟的火山 将其淹没 然命运很多时候 就是如此 有因有果 有一天来了一群大能 他们乘坐一艘特殊的船 进入到了我的生命里 那艘船 与我有缘 故我不忍将其碎灭 眼看其残灵将散 于是对其滋养 使其有了复苏的可能 只是 我没有想到 这群大能的目的 是将它送入 那座被我熄灭的火山 以燃烧它为代价 使火山复苏 火山的爆发 本无法埋葬我 但喷出的火山灰 是我的结 让我化作了戏 成为了雨 酝氧万物 一席间 我似听到一个声音 此为 土壳水 而水生木 我诞生在一处沙漠上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赋予了我生机 也赋予了我灵智 可也正是灵智的出现 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孤独 于是我改变了一些因果 以削弱自己为代价 分离了自我 使四周出现了更多的同类 慢慢地 河道消失 无尽的森林 占据了所有 而这里 也渐渐有了名字 被称之为使灵 我的族群 也越发壮大 他们与外界接触 感悟天地 于是有了修行 而我却越发虚弱 更多的时间选择沉睡 偶尔苏醒时注视岁月 见证族群的恩怨情仇 见证族群的兴衰 见证一个又一个生命种族 被我的族群灭掉 直至有一天 一个曾经被灭族的修士 拿着一把特殊的剑 复仇而来 杀入了我的族群 站在了我的面前 我注射那把剑 明白那是我命运里的结 于是我选择了遵从 陨落在了剑下 在灵消散的万年过程中 我的尸还被人使用 炼制成了一艘船 我本拒绝 但他们说 只有以我为材质做成的船 才可以行驶在一条 名为古以丁三月的河流里 且可以在这行驶中 吸取河流之力加持 让我有重新复苏的可能 我相信了 但结果 他们是以我的残驱 将一座死亡的火山 重新点燃 那个时候 我听到了一句话 此为 金刻木 而木生火 我出生在星空 将一个黑洞燃烧 成为了身躯 化作了火山 人们称我为天火 火焰是我的生命 也是我的性格 于是我常言咆哮 震撼八方 有一天 有人来到我的面前 扔下了一颗运石 我把他炼化成了铁 成了剑 本以为一生的璀璨 如我身上的火光一样 将会永恒 但一条黑色弥漫死亡 与煞气的河 从星空到来 将我覆盖 将我熄灭 这是我的结 任凭如何咆哮 如何反抗 也都于事无补 直至无尽的岁月之后 来了一艘船 他自我的点燃 将我唤醒 沉寂无数光阴的爆发 形成了漫天的尘埃 那是我的怒 覆盖所有 伴随怒意一同的 似乎还有一句 不知从何方传来的话 此为水克火 而火生土 我是火山爆发的灰尘 沉淀后形成的土地 我诞生的一刻 填平了一条浩瀚的长河 那是我最自豪的事情 而河内淤泥里有一把铁剑 我凝望此剑 不知光阴已逝 所以我的一生 是枯燥的 时间流逝 我慢慢沉睡 不知多久 我苏醒的时候 自身已成了一片沙漠 雨水的到来 滋养了植被 我的生命被一点点吸走 而那把剑 在这无尽的岁月里 被我晕氧 它渐渐沉淀 最终成了陨石 最终 在我生命被吸取 即将死亡的一刻 我用最后的力气 将这颗陨石送去了星空 成了流星 不知会去何处 但我欣慰 因为它承载了我的轮回 承载了我的复苏 下辈子 我不想这么枯燥 难难间 我闭上了眼 只是模糊的意识里 似乎有一句话 正在回荡 此为木刻土 而土生经 第1134章 真我初 造时空 此为八极香 屈无理 许清真开眼 他的肉身在上 他的灵魂 从碎裂的水晶之画内生起 回归的一刻 明雾在心中弥漫 他想到了当年感悟八极道的一刻 曾于时空里看见过一个白发修士 对方的八极道 与自己不同 但五行一样 且形成了法相之身 近时 先有轮回人生成五行之本 后有五行之本化规则之乡 如此 五级五行 已然大成 这思绪在许清心中浮现的一刻 他的身体外 虚无波澜间 五个道身法相 漠然走出 第一身 是一个老者 身穿官袍 手持一把铁剑 神情威严 气势辉弘 富贵 权势 金歌 在其身上汇聚 成精命 画精之法相 正是宰相许金红 随后是第二身 商骨许红 身穿圆外袍 神情温和 四周环绕一条黑色长河 卷动八方 行精士之士 垂命在身 成水之法相 接着是第三身 草扣许衫 浑身满是江湖之意 咧嘴在笑 他身染山灵 站在一颗巨木之上 一手暗头 木有凶芒 神情癫狂 木命浓郁 波澜虚无 画木之法相 最终 第四与第五身 相继出现 第四身 狼中许玉 手掌火山 生藤灭世之火 不断喷发 使火焰充斥全身 以火命汇聚 成火之法相 第五身 不依许昆 身体如颗粒汇聚 沙漠与尘埃组成 厚重之意强烈 出现的一刻 虚无震战 其土命如鸡 沉淀土之法相 此刻 五尊八级道相 全部出现 各自气势滔天 散出的威压 竟与许卿本体不相上下 许卿回头去看 五尊道相 亦与他凝望 凌雾在彼此心头 同时升起 五行相生相克 以此形成了一个轮回 而轮回 可以成为第八级 但许卿沉吟后 还是摇头 轮回虽旋 可还有一道 包含轮回又超越轮回 那才是我最开始决定的第八级 取青木中露出果断 放弃以轮回为道 目光落相 十片残破水晶里的第六片与第七片 那是时间与空间 其魂移动 直奔着代表时间与空间的水晶碎片而去 沙纳融入 正是 轮回成 万物生 因果降 光阴转 我在寻找 也不知寻找什么 这似乎是我的使命 因为我不完整 或许存在 也或许不存在 存在 是因着星空 这世界 在万物上 在众生中 我无处不在 万物的永恒运动 变化的持续性 顺序性 都是我存在的证据 也是我愿意让众生认知的表现方式 所以 我如何留 流淌在一切已知与未知 流淌在多个事物以及事件之间 流淌在万物众生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即便是星辰 即便是宇宙 也需要我来推动 不管黑夜还是白天 不管轮回还是因果 不管规则还是法则 皆为我 若我沉疾 则一切静止 若我起身 则纪元变动 但同样的 我也不存在 因为我能被感受 却不被真正看见 甚至很多状态下 我起源于违心 我被认为是一个起始 有未知的某一瞬开始 在这一瞬前 没有之前的说法 所以我被认为在此之前 不存在 也毫无意义 是万物的出现与存在 有了我 也使我有了意义 还有人认为 我并不是真正存在于 宇宙之中的某种规则 我只不过是万物众生运动 形成出来的一种概念 是用来形容快慢的一个说法 更有人认为我是众生的幻觉 于是 总有人尝试去判断 我是不是真的存在 去尝试感受我 尝试探索我 尝试接触我 而无论如何认为 无论我存在还是不存在 其实我都不在意 因为它们的最终目的 毫无例外 都是为了掌控 随之而来的 是我有了很多的名字 有人叫我实 有人叫我更 有人叫我点 太多太多 都是它们的称呼 不是我的 我不在乎 而我始终在寻找 寻找一个 我也不知是什么的存在 本以为 这枯燥且无始无终的寻找 不会有其他 让我真正去留意的事情 直至我遇到了几个人 几个很特殊的人 它们很强大 强大到可以真正看见我的程度 强大到与我之间 成了朋友 它们中有的 会时而来与我聊天 手里拿着一朵花 问我好看不好看 有的 会在我面前 乘坐一艘船 心生的叹息 有的 会在我这里 问我什么是宿命 还有的 想让我给他写一个欠条 但陪伴我最多的 是一个喜欢穿黑衣的人 他在我漫长的感知里 经常坐在我的面前 默默地发呆 与我一同 看着众生万物 看着所有的无限 且在某一个点 抬手波动 影响了所有 让一切回到过去 重新再来 一次 一次 无数次 我不理解 但他和我说 他在复活他的妻子 我祝福 而后 他们都消失了 唯有我 依旧流淌 无始无终 一直寻找 直至 我看见了一只蝴蝶 蝴蝶说 其名桑香 其实蝴蝶曾出现过 但我没有留意 可这一次 蝴蝶飞到了我的面前 告诉我 有一位叫做 环宇的存在 一直在寻找光阴 那位与我 无数次的相遇 无数次的面对面 又无数次的错过 最终 对方明白了 他与我 本就是一体 我存在 他存在 我极灭 他极灭 但我们 却是永恒 都无法相见的 谁与末 谁也无法 找到对方 唯有能看见他 也能看见 我的这只蝴蝶 才可以成为 我们彼此相遇的缘 于是 蝴蝶让我落在身上 因为 环宇也在其身 我选择落去 那一瞬 我中看见了环宇 环宇也看见了我 正是 光阴蓝 众生也 桑香来 环宇献 时间与空间 在这一刻交融 在这一瞬完整 于是 形成了时空 此为 环宇力 光阴起 真我出 造时空 曲青 意识苏醒 体内的第八集 漠然出现 形成震耳欲聋的轰鸣 在他体内惊世回旋 曲九 许青睁开眼 双目开合的一刻 所望一切 一片扭曲 本不清晰 但闭幕后 以思维去世 一切清清楚楚 万物 在他的思绪里 能看到过去现在 以及未来 甚至包含内直 全部透明 全部展现 从生到死 从始到终 轮回里的众生 每一位都赫然存在 无数身影 那是时间与空间 汇聚形成的重叠 全部成为透明的状态 一切阻挡 都不可遮 能看见内直 能看见骨头 能看见灵魂 能看见轮回 即便是 储物空间里的物品 也都一清二楚 如全知 甚至还可以控制 众生的思绪 让众生做出 符合许青需要的选择 更可以看到 对方无数的选择 所形成的时空 与命运类似 这种感觉 好似在更高的层次 去看一个 可以随时被自己修改的画板 随之一同而来的感知 是一切地方都可一念达到 无论过去 无论未来 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空间 都可刹那穿梭时空 无所不能 这个感知浮现在 许青心头的瞬间 他抬起头 思绪蔓延 一切都透明 他看见了画着外的火 看见了炉顶 看见所在的小世界 看见了小世界外的城池 更看见了小世界 所在的第五星环 而后 看见了众生 看见了万物 似可以拨弄所有 而就在这时 苍穹上赤红的极光波兰 在许青的感知里 他看见了十二尊身影 他们同时出现在极光内 遥望许青 而在他们之上 许青还看见了 十一座浩瀚仙宫 其内各自都有身影 闪耀璀璨之芒 再向上 是一尊盘膝打坐 笼罩在整个 第五星环的无上存在 紧接着 是来自虚无的一个声音 见为仙之根 是神之本 欲掌线 必先守线 下一杀 许青浑身一阵 他感受到了 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之力 从八方而来 从虚无而来 从整个上行 三十六星环而来 落在自己的身上 这一瞬 许青真正意义上明白 为何那明明 应该无所不能的仙 在这上行心环 不再无所不能 因为 掌线者 必先守线 而显然 这种事情 原本不会这么快 就发生在自己身上 之所以如此 是因自己这第八级 在诞生的一刻 也随之诞生了线 处于自己的线 持空之线 取青名物 下一杀 他收回目光 而体内第八级的形成 掀起了排山倒海之力 在许青体内 不断地轰鸣中 形成了第八戒 持空戒 与此同时 西域 到仙宗 草木良田上 独军面前的那两株独草 原本已凋零的那一株 突然绽放 瞬间有死而生 更是在沙纳中 生长到了极致 随后 独立开来 在独军的面前 消失无影 至于其旁那株 此刻枯萎 而独军的目中 露出奇异之芒 呼吸也都微微急促了一些 你 就是我等待的因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